下面我们有请 和红话剧 西文亚晋星互的大班小孩 给大家带来的是 荡衣丽与狮子科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红神的话 神就允许巴比伦人来跟打他们 巴比伦们摧毁了圣城耶路撒克 并将许多的犹太人掳到了巴比伦 荡衣丽就是被掳的其中之一 但荡衣丽一直心靠神 神就祝福他 使他们得完的血案 但大流士做完的时候 立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 丢在他们以上立总长商人 荡衣丽成为三位总长之一 他经过一段时间 大流士王看见万里的工作 发现比其他人出色且有智慧 便将委派他管理整个国家 两个总长和总督开始憎荡衣丽 他在前世找出他的把柄 只是找不着他有任何的过失 他卦了一大线 他们知道万里每天都会三次向神祷告 于是他们设下一个圈套 今天你们两个一起来找我 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真快感到 一切都好 今天我们两个来代表其他的大臣 一起来找到我 是因为有一题想要绝遇到我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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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 打不开 我会想要绝遇到你 他在这一场 是什么 他在这一场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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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一场 是什么 他在这一场 在这一场中 是什么大谈 今夜已经书写特当 只要改善你的体力就可以了 这样经济就不能被改了 自身后自己才有所谓 罗斯托导王 谢谢先生 我问你几天都要上次祷告他的上帝 所以就要帮他祷告 戴犁知道了这个禁令 且盖上了王的玉玺 他仍然一天三次向神祷告 要陷害他的人把这件事情 冻到了大龙室王的面前 王无奈之下 只好派人去捉拿葬礼 现在的主意很大 有个面子一大成熟 在里违背了道王的心会 王无奈之下 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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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